全球知名的披萨饼连锁店必胜客高喊着要帮忙守护美国民众的食品安全 最近宣布从2022年开始全面淘汰美国境内所使用的抗生素饲养肌肉 来帮顾客把关食品安全 必胜客表示由于市面上包含肉类与奶制品 所使用的抗生素中超七成都是人类正在使用的抗生素 结果不止培养出超级细菌危害人体健康 同时也极大程度的增加人体遭受致命感染的几率 因此必胜客的决定不只是继大型素食连锁店 麦当劳肯德基 Chickville类之后有一波健康食品运动 也是企业自我把关的模范之一 并且广泛的受到美国民众好评 东城新闻李宗耀刘欣然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